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江南大家晚上好 猜猜我这是在干嘛 这是那个 上次 灰灰晃那个 寒假的时候 拖着被子她拿到她外婆家去了 她外婆帮她那个把被子给她洗干净了 不是明天儿子要上学的吗 所以说现在我来帮她把那个被子 给她准备好 明天一早 那个就送她去学校 好爸爸 爸爸 爸爸 好爸爸 我有一个好爸爸 当爸爸的 也不好当啊 我有一个好爸爸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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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她把 所有的东西给她 整理好 因为现在的小孩 知道要面子了 那个狗都乱七八糟的话 让我学校去 我也牵着你 我也牵着你 陪你去 我学校 现在我来帮她 把她那个 这些都是全部洗干净了 洗干净了 我们全部给她准备好 准备好 等她去学校 今天晚上那个老师给她的那个 群里面啊也通知 学会我们也 我也给她交了 明天去报名的话 我们就 家长的话都不用进学校了 因为现在 你怕疫情嘛对吧 所以说明天我们一早起来把儿子送到学校门口 然后把东西给她送进去就可以了 现在我还来 给她慢慢的整理东西 给她慢慢的整理东西 这个就给我拿下来了 然后就可以拿回来这个 找一口 袋子 装起来 因为这些书的话 人家不明点 我都要用得上 给她装起来 现在那个小孩读书的话 压力也比较大啊 每一个书包拎起来都是十分的沉重 家里面你们家的孩子读书 是不是跟我们家孩子一样 书包都是好几个 每个书包都是满满的一整书包书 哎呦 哎呦 本来这些事情是应该当妈妈们的办法 细心一点 但是我这个单亲妈妈把妈妈给做的 爸爸给做的都已经个人做了 好现在把这些东西给她装到车上去 明天早上我们早一点去 不然的话 因为所有的家长都一起去送学生 在学校门口会很拥挤的 所以说我们就 尽量早一点去在学校门口排队 就排在前面一点 这样子的话 小孩也 不会受了 因为早上我们这里还是特别冷的 好 好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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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希望他要靠好一点 因为 知识才能感觉命运 每一个做父母的都是 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多读一点书 尽量能多读一点 就让他多读一点 所以说 反正只要他经历吧 我是这样想的 对于小孩 如果他学习成绩好 我高兴 如果他经历了 就是不管怎么样 都会喜欢他 好了 现在就不说了 不打了他休息 今天这个视频就先记录到这里 真的非常感谢所有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对小伟的鼓励和支持 希望你们一直不离不弃的支持我 见证我 好吗 好了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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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